大家我是宝君 一个匪宅意外闯入百慕大三角 来到传说中的小人果 竟成为拯救党地百姓的超级英雄 英国奇幻许巨片 格力佛游记 一起来看看 杰克是一家公司的收发员 每天的工作 就是派发员工的各种信件 在所有的员工当中 杰克尤其喜欢派若氏的信件 致隐若氏身上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一种成熟而又清新的母性气息 每次见到达 杰克都瞬间焦羞到不行 也因此错过了 很多深入交流的机会 再次下班的时候 杰克留到肉食办公室 没事找事不知道说什么 随手拿起桌上了一张 旅游日志深情表 回去之后才发现 自己肚子里的墨水根本就不够 相当到带瓜子疼 也想不出三眼两眼 最后只好这里吵一句 那里复制也断 稀搞了技能 比搬运号还要搞吵 就是这样一篇评凑出来的文章 却得到肉食的夸奖和赞扬 还给了个好材试给杰克 要拿去板木大三角的地方 做一个旅行特辑 女生亲自清点 杰克没有任何意见 下一秒就开转向目的地出发 没开多远杰克就睡了过去 信来之后 一击身处一片巨浪之中 最后连人带踹 逼卷入了海面的龙卷风 等到再次醒来 杰克竟然看到了传说中的小爱人 紧张的是膨胀的肉身一阵扫动 一屁股压扁了个家伙 这些小家伙忍多力量大 合理将杰克绑了起来 见到国王和公主 杰克这才知道 来到了传说中的小人国 杰克身形膨胀 巨人一般高大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劳动工具 随便移动 就是好几亩的地方 也是另外一个小人国的人来接公主 杰克张一出手 将他们痛遍一对 含射出膀胱内的液体 救下了国王 杰克也因此受邀参加了宴会 得到小人们的一致推崇和敬爱 从一开始的被巫人为是怪物 到现在成为一个大英雄 杰克走上了人生巅峰 不但有超级无敌海景别墅 还有杜比一笑的私人电视影院 在这里成了一个 人人都尊敬的贵宾 169杰克的船被人发现 收集也保存完好 可以接收到信息 从语音留言当中得知 若实也来到了百慕大三角 也知道了杰克的旅游文章 是抄袭的 另外一个小人国再次发动进口 杰克亲自出马应战 又一声飞镖 就轻松团灭敌军 正不愧为小人国的护国大将军 原先的大将军卷 眼看自己的势力慢慢血肉 未婚妻公主又想着毁毁 果当拍片到了一个小人国 搞出了一个可以变成的机械人 三两次就给了杰克怀疑人生 彻底软了下去 只会还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 这里举止了一些体型膨胀的巨人 杰克在这些家伙面前 也成了一个小矮人 另一边的若实也意外来到小人国 还被拍片的卷服抓了起来 杰克得知消息 马上逃回小人国 救出未忘了若实和国王等人 并且当着广大民众的面 和机械人的卷服 展开了一张贴身入伯 杰克终究就是凡人肉身 根本就搞不过 这钢铁打造了铁疙瘩 好在同伴脑子够醒目 趁机流到控制室 拔掉了电线 机械人的战斗力 瞬间就在套路去一样猛将 杰克最终来了个反杀 将机械人告出一堆废铜烂铁 最后公主找到了 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而杰克和若实 也离开小人国 回到了美国 过上了女士风格 我视察的产品生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改编至英国同品小说 为了推荷青少年儿童的口味要求 在原著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细分的恶搞 人物角色 也做出了详细的调整修改 多了几分娱乐性的同时 缺少了原著小说 该有的那种味道 无聊的时候 可以大发时间看一下